大家好,我是水手做美食的大牛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萝卜丝炒牛肉 白萝卜去皮洗净,从中间切开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 萝卜丝稍微切粗一点,口感更好 切好的萝卜丝加食盐,腌制5分钟 新鲜牛肉改刀,再切成细丝 切好的牛肉加食盐,料酒,搅匀 再加淀粉,用手抓匀备用 生姜先切片,再切丝 搭蒜同样切丝 现在萝卜丝已经杀出水分,把萝卜水倒掉 热锅放油,倒入牛肉扁炒 炒至断生,即可起活备用 重新热锅放油,加入姜蒜,再来点干辣椒更香 倒入萝卜丝,大火翻炒 将萝卜丝炒软,再倒入牛肉 翻炒均匀后,加一点生抽,蚝油,大火翻炒入味 最后加食盐,白胡椒粉,青蒜苗,翻炒均匀 炒出蒜苗香味后即可起锅装盘 这样一道萝卜丝炒牛肉就做好了 方法简单,好吃又营养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家常菜可点击头像关注随手做美食 谢谢大家,影片见 美食就在你身边